有没有真心要改革啊 这个还要讨论吗 你觉得民进党里面都死变态的 打势好不好 你要证明你们民进党不是死变态 你就要通过这个法案啊 赖亲者就出来了 骚扰那么多是不是 又要立下新的规矩了 对于党务主管 若有隐秘这个骚扰案的查证属实 一律开除 结果今天陈玉珍出来 他说民进党全员反对性侵害犯罪者 不得参选 提案全部都反对 这一次的这个选霸法的修正 26条的修正里头 国民党是有提出犯性侵害这个犯罪者 是不能参选的 被列入不能参选的 那民进党全员反对啊 我们的这个提案是被反对的 太多了 是被反对的 原来如此 终于明白了 你跟民进党本搜的打三好不好 林荣人我们要提案修案啊 性侵犯者不得参选 法案通过都不用选了 有没有真心要改革啊 这个还要讨论吗 你觉得民进党里面都死变态的 打四好不好 你要证明你们民进党不是死变态 你就要通过这个法案啊 赖清德说那些有效吗 自己在黑箱立那些案有什么用 要立法啊 你认同打七好不好 要立法才有用吗 你立自己的党规有什么用啊 党规整个就黑箱 整个都绿色的深绿色的箱子里面 里面放什么绿色龟吗 哈哈绿色的乌龟 人家申诉的时候还要隐秘起来 教授你为什么不跳车 为什么不大叫 为什么不去炒皮 练一下大叫 跟练一下你的丹田 是不是 民进党最怕什么 民进党最怕没有得选嘛 没得选就没有手介入那个 有的没有的 所以反对那些人都有在信骚啊 合理的华语啊 你反对什么 反对重启特征组 我合理的华语 你们全部都是那边都在贪污的 你认同的打一好不好 不然你干嘛反对特征组 我们做政府的不就是要打击 犯对打击贪污吗 特征组不就是要打击这些人的吗 我们国小这样学很正常的啊 大人的社会那么复杂吗 还是大人的社会 就是那些贪污人在执政呢 你认同打二好不好 我们国小学生也会这样问啊 我们的特征组 不是说打击我们政府有贪污 还有做一些做件坏客的事情吗 为什么不回复呢 还是因为大人的世界太复杂 做件犯客的人 就是我们现在的执政的人呢 答对 苹果一颗 星星一颗 挤满三颗星星 可以换一个香香的那个橡皮茶 你好 我是张老大 喜欢我的评论吗 赶快搜寻YouTube张老大来订阅哦 而且我们每周一至周四 晚上十点都会现场直播 快点加入我们张老大频道吧